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天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将近一个小时的会谈 布林肯在一个推文当中表示 这是美国与中国保持沟通 为了负责任地管理美中竞争关系所做的努力当中的一部分 美国与中国的合作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与此同时美国将继续就人权和其他议题提出关切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 美中可以合作的领域包括朝鲜 缅甸 伊朗 阿富汗和气候危机 不过 美国关切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违背美国与盟友价值观和利益的行动 包括人权 新疆 西藏 香港 南中国海和台湾相关的议题 美国官员说 布林肯在会中告诉王毅 华盛顿反对北京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 加剧两岸紧张关系的举动 分析家说 华盛顿的目的是为了降低风险 防止北京的误解和误判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唐安竹表示 对北京政府来说 其首要任务是让华盛顿制定北京认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他还指出 台湾固然是美中双边互动的一个因素 但不是唯一因素 指责台湾总统蔡英文导致北京的侵略和窃迫的说法完全错误 更别提美中的紧张是由于两国的战略竞争 美国总统拜登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年底前举行视讯会议 以上是美国之音 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